手腕脱皮有明显伤口 膝盖也有红肿脱皮的伤痕 民众在脸书上po文 说到护理之家访试长辈 发现他被捆绑受伤 至于护理之家没告知家属 当场要求不要捆绑 却得到冰冷的回复 说是在这里就要守他们的规定 让家属十分不满 家属也po出尿布的照片 说长辈原本可以自己如厕 在护理之家却被穿上了尿布 探视时反应裤子弄湿了 请护理师协助处理 等了一小时都没人理 家属表示更扯的是 8月6号将长辈带回家之后 发现他穿了大件尿布 里面竟然包了四件小尿布 真的超震惊 对于家属的指控 护理之家澄清 是基于病人安全考量 加以保护约束 而卫生局也表示已派员 前往护理之家机查 并调阅照顾记录 初步发现现场其他个案 并无不符规定的情绪 但未来仍会加强机查 TVBS新闻刘新闻 刘新奎 基隆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